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文还是阴藏轴 践踏色美 齐心思智 这一个现象 物业不但是非常严重 在今天社会上已经到泛滥的程度了 所以社会不安定 动乱频繁 天然在人后追究其耕耘 这未尝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中国古人常讲 万物赢为首 不善孝为先 所以中国古代的教育 我们在《礼记》《仪礼》里面看到 男女五岁不通习 五岁男女就不可以坐在一起了 为什么防卫 防卫度尽呢 今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 13岁的女孩 13岁到15岁的女孩 怀孕堕胎的 逼逼见识 这还得了吗 要想这个社会不动乱 几乎是不可能的 民主自由开放 后果是社会大乱 人心不安 现代人都说 专制不好 古时候这些帝王 是不是专制呢 细细去读历史 去探讨 古时候这些典章文武制度 我们会发现 现代人把专制这个帽子 夹到他们头上 非常不公平 他们不是专制的 他们真正有慈心有爱心 他们真正有慈心有爱心 保护社会 为人民 幸福着想 虽然有一些措施 大家感到不方便 这个不方便是小事 你得到一身的安定 和平 繁荣兴旺 这是大性 换一句话说 牺牲 牺牲小的自由 得来是大的自由 人那一点小的限制 得来是永恒的幸福 那我们看看现在 你所得到的 是在讲 在这个社会上 放纵贪图 明文立扬 才三明是睡 你得的是小利益了 你自己身心不安 生活在恐惧之中 也让整个社会不安定 人人都生活在苦难当中 诸位细细想想 你这一点点 民主自由开放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我们仔细思维 也得不偿识 你所得到的 十分之一了 你所设掉的 十分之九 所以我们细心去寻查 还是古人的方式 有道理 古人叫你牺牲人寿 十至一二了 你所得的幸福 龙信 十至七八了 世界要想做到十千十美 决定不可能 从比例上 从比例上 来计算 这是人力可以能够控制的 所以今天人不读圣贤书 不知道圣贤的大道 将佛菩萨示出世界 最极 究竟圆满智慧的教诲 看作迷信 看作落后 看作不合时宜 古武圣先王的制度典章 称之为专制 称之为独裁 我们现在人 所列的这些法律 所制定的一些规章 以为这是先进的 符合民主的 符合科学精神的 可是实时的效果 跟古代的社会 面下又对照 相差的距离太大太大了 原因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古人所说的 不读圣贤书之过 诸节里面在这一段 引用佛经里面 一段话 说得很好 佛爷 人与世间 不凡他人妇女 心不念邪辟 从事得武善 事出世间 大圣大行 教导我们的 总立不开善因善果 悟因悟报 能够遵守佛的教诲 能够遵守佛的教诲 五戒里面 不谐人不谐人的戒 不谐人的戒 十善里面不杀神 不偷盗 不谐人 佛讲啊 他有五种善果 第一种 你可以能保住你的财富 不至于射掉 第二种啊 你守本分 守规矩 你不怕陷官 从前县官是官司罚的 像现在的刑警 你不会怕他们 你不犯罚吗 第三个 你不为人 你的心情正大光明 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啊 这是世间之善啊 我们讲的花报 国报呢 他们有学佛 他们有求生净土 国报在元天啊 佛说得生天上啊 生天天上玉女作父 无知从天上来 下生世间多端正父 啊 那么佛讲五种果报 三种是现世 人间的佛报 年中将来死后生天 向天父 啊 那么佛又说 人于世间淫移 犯他人妇女 从事得无 啊 这是你破阶 作窝 你也得五种果报 啊 也分 这个这个 经事 后事 第一种呢 家世不活 速往前财啊 啊 啊 你的财产会流失 你一家不活 这个果报就很可怕 啊 啊 啊 言语里面常讲 家和万死心啊 啊 这个家不活 这一家必定败亡 我们仔细观察现在的社会 啊 犯这种过失的 啊 啊 闹这个婚变 离婚 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离婚率多高 啊 离婚说 家庭就散掉了 如果有妻子儿女 这个是对儿女不负责任 啊 啊 给儿女最严重的伤害 最严重的打击 啊 这个罪过后报就不得了了 啊 今天社会上没有人讲这个道理啊 啊 佛说第二个 我报 在现在呢 表面上是看不见了 啊 在从前 你这是犯法的 一定要受法律的处分 啊 要坐牢 建计 还要惩罚 啊 现在啊 这跟古时候的 法律不相同了 啊 虽然现在果报 没有像从前 那么样的严重惩罚 可是 阳间不惩罚你 阴间惩罚 比阳间还要严重 第三呢 自欺欺人 在光庭大众 之下了 身心不安 啊 可是今天这个现象 似乎也很淡薄了 似乎也很淡薄了 为什么呢 脸皮越来越厚了 啊 从前人说老实话 所以还有一点良心呢 做了坏事情啊 还心不安呢 现在没有了 啊 所以他也不懂什么安于不安 贪嗔痴 达到了七处啊 可是 将来的果报 一定 比古时候造作这种沃烟 要重的很多很多倍 啊 第四中呢 这来世的果报 佛说了 死如泰山地狱中 受泡落的寻法 千万亿岁 才能够离开地狱 啊 第五呢 从地狱出来之后 堕落在出生道 出生道里面 我们晓得 有许多出生道 有许多 赢宜 不避母子 业武戒斗啊 堕落在这一类里头啊 佛说 古报之凄惨 古报之苦啊 说之不尽 凡夫 肉眼 见不到 因缘古报的真相 其实 这些英国报应都在先前 感应篇这一句里面 筑节的文字特别多 啊 我们翻开了 我们翻开了有很多业 局出历史上 这种国报的思想 目的 目的 无非是警惕我们 啊 凡夫 没有看到 实际上 国报的思历 它很难接受啊 这个书上 这个书上 所引用的 几十个例子 古人的 古人的历史 啊 啊 可是聪明人 你看看 古人 所写的这些 然后在 冷静观察 现实社会 撵下一对照 就明了 就知道 古人所说的 是可以相信的 我们应当信守啊 自求夺福 啊 佛法将修行 这个是修行 这个是修行 第一桩大死 修正我们 贪念的习气 修正我们营移的行为 你能够得 啊 我们讲很现实的 你能够得健康长寿之道啊 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健康长寿啊 健康长寿第一个因素 心底清净 如何得清净 寡欲就清净 欲望少啊 欲望很低啊 色欲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财色明实睡 都要淡 越淡越好 越淡越好 越好 你身心健康 啊 啊 因实 素食好啊 啊 素食当中 为什么世尊 为什么世尊 教界出学 有 语江湾 我 语江湾 錶 他 餘 越离五婚 那是昏心 昏是素菜里面的五种 学佛的同修都知道 这个五种是韭菜 大蒜 葱 小蒜 现在佛经里面讲心虚 过去中国没有 现在有了 洋葱 为什么佛要戒除这五种呢 《冷云经》上讲得很好 把原因说出来了 这个五种素菜 熟吃 会引起性冲动 生吃会引起干火 发脾气 是这么个原因的 这些东西对我们生理上有刺激 你看看 佛都禁止 但是诸位在中药里面 药用可以 不是药用 最好都要禁止 这个就是防卫度尽 佛把这些不善的增上人 都把它度绝 这叫大慈大悲 没有一桩 不是为众生着想的 希望众生都能得真实利益 都能够生活得幸福美满 这是圣仪贤的教诲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篇第八十二节 富他获财 怨他生死 甘求不遂 变身咒恨 这一节 说了两桩诗曲 这个富是欠的意思 像这个借钱不还 反而是借别人的弃用 弃民用具 这个没有偿还的意愿 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这一类都是属于偷盗的异性 这一类都是属于偷盗的异性 而古得跟我们说明这个道界 叫不愚确 这个意思非常的晚辈 凡是有主之物 无论你用什么手段 不愚确 得到 诸人 没有答应 给你 你得到的都叫做偷盗 都属于这一条戒律范围之内 那么我们向人借东西 借钱也好 借物品也好 这主人同意借给我们 不是给予我们的 借给我们 那将来一定要奉还的 如果没有还的心 这个心就是道心 也是犯偷盗之罪 如果说是借人的财物 不想还 还希望他早死 这个罪过就更大了 福在经上说 生这种心的人 已经是出生了 来生的古报 彼多我道 所以世间人 眼光很浅 只看到眼前的小丽 不知道后患无穷 出生 堕落到出生道容易 要想在出生道再 回来做人 可就难了 原因在哪里呢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出生道的业因 虽然很复杂 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是愚痴 注意想想 欠人财物 不想还 这个心就是很愚痴 再要咒人死 愚痴到极处 所以 堕落到出生道 出生的愚痴 要跟人比 要超过很多倍 愚是低级的动物 愚痴越严重 我们在佛经上 看到一个故事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奇述 结构独运 孤独运 修房子 结构独运 修房子 那么佛跟几个弟子们 在一起 看到地上 一窝蚂蚁 佛看了之后 就笑一笑 弟子们在旁边 看到佛 笑着一窝蚂蚁 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 佛为什么要笑他 佛就告诉大家 这一窝蚂蚁 其尊佛 出世都过去了 他还没有立蚂蚁身 我们就不说多吧 一尊佛是三个阿神奇迹 七尊佛是二十一个阿神奇迹 他还没有立蚂蚁身 不是说他寿命长 蚂蚁死了 来生孩子蚂蚁 这个道理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什么原因呢 过分的执着 他执着那个身就是自己 所以永远换不了第二个身体 执着那个乌是他的老家 永远不离开他这个处所 死了以后投胎 还投在这个蚂蚁里头 这真是愚痴到了极处 所以佛在大小城一切经论里面 告诉我们 我们要能体会 要知道佛的苦口婆心 三卧道 一如而难处 这是四世真相 很容易躲三卧道 三卧道的夜夜 贪嗔痴 所以佛教我们 修戒丁慧 勤修戒丁慧 熄灭贪嗔痴 目的在哪里 不躲卧道 所以人 一定要守住 人的本分 人的根本 人的根本是什么呢 在佛家是五界 在儒家是五常 五常是人亦离之心 这个是人道的基本条件 如果我们把基本条件 失掉了 来生决定不能得人生 诸位要晓得 我们这一生能得人生 是过去生中 修的有这个条件 这一生当中 遇到了远 父母跟我们有缘 父母属于正上缘 真正到人道 投身 是过去生中的意因 无战 无战 是这样的意因 所以到人道来 不错 但是我们这一次到人道来 就相当不幸 什么原因呢 社会环境不好 没人教我们 古时候 确确确实实 诸位 你读这个 李记清华录就晓得 李记这部书 要以现代的 这个这个这个 学书界来看呢 它是属于杂志 古老的时候 那一本杂志 里面记的东西很琐碎 很多 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杂志 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从前人生活状况 文武制度 你看看古人 多么重视教育 尤其是家庭教育 纵然从前人 念书的机会比较少 有很多父母 不认识资 但是他受到社会 上一代的 这个教育的熏陶 他懂得做人的道理 他懂得了 给儿女做一个好榜样 基本的 神仙教诲 无能无常 他懂 无能 是讲人与人的关系 你一定要认识清楚 无常 是基本做人的道理 第一个是人 推及及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没有念过书的 也懂得 他也能把这几句话记住 对待任何人 他会想 摄身处地地下 我这样对待别人 人家愿不愿意接受 人家不能接受的 我们就不可以做 别人这样对待我 我不能接受 我就不可以用这种心态对人 一是为 社会为别人服务 不求报仇 我们今天讲 尽义务 我们这个道场有许多义工 来为道场服务 为大家服务 不求报仇 离是有分寻 有极致 自卑而尊人 知 就是今天讲的理智 而不是感情 感情里面 故事就太多了 凡是他有理性 最后 这是讲信用 人无性而不利 这是中国古圣先 先教人 做人的道理 这五个字 重要守住 所以在重新 古老的那个时代 无论念过书 没念过书 诗字不诗字 都懂得这个道理 而且都能够遵守 所以社会安定了 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 物质文明 有了大幅度的进步 可是人与人的关系 不知道 道德 更是疏忽了 甚至于遗忘了 尤其现在社会 所提倡的竞争 竞争 这一针 人意理智性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是动乱的时代 后人写历史 写这个时代是乱世 人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 不懂得做人的道理 所以今天我们念这一段 可以说这是社会上常常见的 许许多多人都是这么一个心态 我们要晓得 这样的心态 后果不堪设想 用这个偷盗的心 这个人哪里能发财 哪里能过幸福的生活 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桩 甘求不随 甘生作恨 这也是我们今天 很常见 有事要求人帮忙 别人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你就生怨恨 这个注解里头 给我们提示的很好 我把这一段念一念 甘求 执一切大小之四 凡有有甘 恳求拓与人者解释 所以这个范围很广泛 不随呢 不如意 你求人帮助 人家没有满你的愿望 于是你就咒他 诅咒他 你就恨他 这个是自己造罪业 后面这一段 君子大礼安命 岂肯向人甘求 这是个名义的人 名义的人 真的 一生 自己纵然穷困 潦倒到极出 自己晓得 这自作自受 也不会举求人 能够安心随便 致命落天 纵然有不得已的时候 要求人 人家肯帮助 很感激 人家不肯帮助 是他的本分 决定不可以有怨恨之心 如果稍稍有怨恨之心 古人说 这是小人 不是君子 什么叫君子 名里的人叫君子 小人说 迷惑颠倒 不懂道理 怎么可以责怪于人 学佛的人 更不可以有这种念头 如果有这样的念头 他不是一个学佛人 他对于佛法 对于佛陀的教诲 根本就没有能够理解 这不要受做了 佛所讲的这些教诲 他不懂 我们在经典里面 看看佛菩萨 他们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对我人 诸位都念过《金刚经》 《金刚经》里头有个例子 各立王各界身体 《金刚经》里面说的很简单 这一段公案 详细记载 在《大涅槃经》里面 忍辱先人 是释迦摩尼佛前世 没有成佛之前 在修学过程当中 修忍辱波罗米 大家称他做忍辱先人 郭立王 郭立是凡语 翻成中国 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常讲 无道之君 暴君 横暴而不讲理的 任若先人 没什么过失 将他凌迟处死 新人对他有没有咒恨呢 没有 不但没有咒恨 而且非常感激 感激什么呢 感激他这种心态 自己能忍受得了 这是忍辱波罗米 圆满之下 我们明白了 如果没有郭立王 这种横满无礼 嫁给他这种事 最淫厉的侮辱 怎么知道他忍辱的功夫呢 就等于考试一样 他能忍 丝毫怨恨的念头都没有 而且还发孕 将来成佛第一个要读他 所以师尊成佛 第一个都乔诚如尊者 乔诚如就是当时的格力王 释迦摩尼弗 就是忍辱现任 他说的话兑现了 称佛第一个都乔 所以古德教导我们 冤家一结不一结 人生在世 决定不要给别人结怨 给别人结怨 错了 别人纵然 对你不满意 侮辱你 回报你 陷害你 我们修佛的人 知道这是过去生中造的 业报 过去造的不善业 今生受的国报 欢喜接受 这报就报掉了 没有一丝毫怨恨之心 戒就戒掉了 就化解了 这好事不是坏事 如果有因练 心不平 这个戒还在 没戒开 没戒开 将来还要报 所谓是 云云相报 没完 没完 没了 这个都可怕 我们学乎 最低限度的受用 要能够获得 这是最低限度的受用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所有一切冤签债主 嫁给我 种种不如意 我都欢喜 承受 恭敬赞叹 我们戒结了 也成就自己 忍入行 六度 忍入度 到哪里修 就在这个境界里面修 所以 那些人 是我忍入 波罗蜜的老师 是我修忍入度的 善知识 我们恭敬感激 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有 丝毫怨恨之心 这是我们的佛法 真实受用 我们要明了 要理解 使我们自己一生 都能生活在 感恩之中 我们的道义 就不难成就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有点 有点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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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感觉 能不能 有点 良好 感觉 ative 费